對我想驗證的方法 你就要分做兩個部份 第一個就是針對 單獨針對這個所謂的單堂構築單領 你去做驗證 我們去看看說他所算出來的這個RRV值 反應梳立活性值 到底跟真正的實驗做出來的反應活性值 到底相似度會多高 所以在這個過程當中 我們也就找出他裡面 城市裡面所虛擬出來的過程單元 大概十來個左右 我們就真正把它合成出來 合成出來之後再去做出他的RRV值 大概是怎麼一回事 當然過程當中 一開始有一些可能差距會比較大 所以就要回頭再來改他的參數 再來改他的運算方法 慢慢的讓他這個整個運算出來的RRV值跟實驗值 會越來越接近 到現在目前發現說 因為大概很多他的 已經我們做了這十個裡面 其實其中有一個是因為化物到最後會壞掉的話 所以那個比較不準 其他的幾個其實準確度都還蠻高的 但有了這些購組單元的驗證之外 下一步你就要去問說 你真正放一個寡糖或是多糖進去的時候 他教你的這個所謂的食譜 照著食譜來去操作說 是不是真的能夠把這個糖分子合成出來 所以我們也用了兩三個這個例子 然後資證去做合成 那發現真的就可以做得出來 所以目前看起來 有幾個我們比較常在用的這些 比較我們比較感興趣的這些分子 的確可以透過這個軟體 提供我們這個好的一個合成方法 那當然其他的更複雜的這個糖分子 我想就要等在這個領域的其他的學者 他們使用這個軟體之後 再看看說他到底好不好用 那到底這五萬個到底是不是就夠了 還是說我們可能需要再更多 我想這就是下一步這個軟體 能夠繼續改進的地方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